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hello大家好我是徐超 今天我们来看别克Ginway GS的中期改款车型 这台车的定位就是中型的合资轿车 但是它是一个高功率的版本 而且有一些运动的套件 所以看上去会年轻一点 中期改款主要的变化是体现在了细节上 比如说前脸有三个重要的点 一个是标志性的獠牙的装饰 你看现在的形状会更加简单一些 其实看上去简约一点 不像之前那么凶了 大灯的造型有一个变化 这里多了一个突出的棱角 显得更锋利一点 我觉得视觉效果上其实是加分的 这里的格杉飞翼的造型 不像之前有拐角了 现在是直的 其实整个前脸我觉得就是更符合 和现在走极简路线的设计的趋势了 往后我们看到轮圈 轮圈18英寸 18英寸我说实话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小了 如果能到19英寸 整个视觉效果会加分的 而且这边黑色的比较粗壮的这种浮条 真的会更适合大尺寸的轮圈 轮胎选的是马牌的MC5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街道用的偏抓地的轮胎 里面是红色Brambo代工的刹车卡钳 非常提起 整台车的侧面曲线 不像一些商务和居家的合资中型车那样 显得非常的长 这台车会比较适中一些 它的车长大概是在4米9左右 后门也不会显得很臃肿 我觉得整台车的侧面比例还算是好看的 再往后这里运动的细节体现出来 就是这个小小的尾翼 尾部的变化其实倒不是那么明显 这里有一个可能车主才能知道的小细节 就是一般人你来找它的开后备箱的开关 不是很好找啊 它是通过这样按logo的方式 一打开之后后备箱 怎么说呢空间中规中矩吧 两边都有拓展出来的一些放物件的地方 但是呢 它的座椅和后备箱连接的位置 是有一个突出的造型的 再加上座椅放倒之后还有一节的凸起 那这样呢从这边看过去就是两节阶梯了 要放厂物件会有些不方便 所以后备箱和那些商务居家定位的 合资中型车比 使用性上是要稍微弱一点下风 坐进车内中控台的上半部分 改款它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是在下面这里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 传统的挡板不见了 换成了按键式 腾出来的位置有两个完整的杯座 还有一个小格子用来放车钥匙 是刚刚好的 那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体式运动座椅 它是经过了一家叫做AGR 德国脊柱健康协会这样一个机构的认证 那我坐上来呢会感觉 整个腰部的包裹感还是可以的 并不会太紧啊 毕竟像我这样一个男模一般的身材 坐上来呢我的感受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背部它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撑性 而且头枕的位置也还比较合适 开车的时候如果适当的激烈驾驶 我觉得这个座椅还是令人满意的 方向盘的位置它可以往往后拉 拉的很靠后 那这个调节幅度是比较大的 这也有利于你找到一个舒服的驾驶坐姿 像我的胳膊并不是很长啊 但是我现在呢依旧可以非常舒服的打方向 一个运动车角度来看 我觉得驾驶坐姿方面还是挺完善的 符合人体的工学设计 那配置呢我们这台车是一个顶配车型啊 应该是因为配置堆的很高了 有座椅的通风加热记忆按摩抬头显示 屏幕这里呢有CarPlay CarLife这样手机互联的功能 有按机星 而且车载的系统啊是可以OTA在线升级的 上面这里是流媒体后视镜 显示的效果也还算是比较清晰 这边有驾驶模式和自动启停等操作的按键 而且它空调和音量这样最常用的功能啊 还是传统按键 并没有换成一整块的大屏幕 全部用触控来操作 我觉得这样是更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的 给它点一个赞 那后排我也去做了 它的腿部空间大概是两拳还多一点 没有太大问题 不过头部会稍微显得有些紧张 中间的位置有不算太高的凸起 不过遗憾的是 后排中间座椅拷贝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头枕 这也是通用的老传统了 配置上比较简单 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以及两个USB口 仅此而已 这台车毕竟不是以后排实用性和舒适性 为它的最大亮点的 所以这样也可以理解啊 中期卡款它换了一台带闭缸技术的 2.0T温轮载加发动机 有可变气门证实和可变气门生成这样的技术啊 它有四缸的性能 四缸的经济和超经济两缸的三种模式 那它现在的数据是237马力 350牛米 马力数呢 比改款之前是有一点下降的 不过官方说它的加速性能并没有明显的倒退 但是油耗有一个比较好的进步 它现在据说是可以节省12%的油啊 那这个呢 有待我们之后具体试驾和测试之后才会有结论 9AT的变速箱有8档和9档两个超速档 同样在高速区间如果你巡航的话可以降低转速 也是有利于它的节能表现的 这台顶配的车呢 按照以往的经验官方售价大概会在25万左右 那低配一些的车型大概会在22万左右啊 这样的价格 这样的动力系统啊 配上这么高的配置 我觉得25万的价格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而且在合资中型车这个领域 这么凸显运动氛围的车其实也不多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一款 倒不妨来看一看 等待它上市看看价格会不会给我们惊喜 好的我是徐超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